是不是家里不管出现任何问题 你都是不说话呢 我也想说 但有时候一合就没说出来 你觉得都是小事是吧 你能理解他为什么气成这样吗 我一个大老爷们 天天上班出啦啦的 也没合这个事 你到现在也不明白他怎么了是吧 他妈说两句居然说我一样嘛 这都能理解 他妈假如上级说我两句 我也不知事 就这样我问你一句话 现在你妈不在这儿对吧 就对你女儿的这个问题上 你觉得你妈和她妈 哪个对你的孩子最关心 她们都不在这儿 你可以说什么 我感觉都差不多 我妈也打电话也问 我说在实际的行为的过程当中 谁对你的孩子付出的更多 她妈付得多点呗 那不就是了吗 你这种话呀 你当面不好说 你背后跟她说 她心里也舒服呀 或者等你丈母娘在 你妈不在的时候 你说她也舒服呀 这个男人真的是双面交 你跟媳妇说的话 和你妈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话 你倒好 省事 啥也不说 就把她寄成这样了 准备怎么办 是你要来的吗 今天 是的 想让她改改 想让她改 我也没做出什么事 哎呀 你是真能凑合呀 你知道她来干嘛的吗 这来我才知道 大概意思 让你来你就来了 我又来就来呗 这家里这点小事 说 不说呗 你觉得没啥问题啊 她觉得问题老大了 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怎么帮你们吧 好吧 一起来进入 丘比特问卷